新的iPhone 6s除了拍照漂亮之外 拍片都有加強度 如果你升了做IOF9 其實新舊機都多了拍片的選項 不過新機就多了一個4K 每秒30格的選項 就是可以拍到4K片 另外就連慢動作方面都有提升 舊機只可以拍720p 每秒120格 或者240格 但是新機就多了1080p 每秒120格 那究竟拍片真的拍出來 有多漂亮呢 現在馬上去試 我們先用6S試拍片 不過要設定它做4K拍攝 真的很麻煩 因為要按進設定裏才能調整 而不可以在相機裏直接調整 再試用舊的iPhone 6 最多的是1080p 最多的是1080p 看看拍攝的效果 上面是舊機iPhone 6 下面是6s 就這樣拍攝 明顯看到下面是清晰些 細緻位也多些 再試一下暫停看看 放了一本書 這個拉到這麼大 已經開始看到字是化的 有點模糊的 新機拉大了 所以依然是清晰和很實淨 再看慢動作的效果 看看1080p和720p的效果 分別有多大 看起來 其實就比起4K和1080p的差距 就不太遠 再放大你看看 也看到明顯地 所以新的1080p比720p更漂亮 比較可惜的是 新機不能再拍到720p的240架 拍慢動作的時候 240架就明顯 影像更加震撼 240p 140p 140p 240p 540p 540p 44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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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p